就委内瑞拉问题上,中方多次明确表态,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,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,而拉拢多国向委政府施压的美国,凭空捏造所谓双总统问题,偏要就此找中国队。 譬如,本月底泛美开发银行下称,IADB第60届理事会年会,将在成都举行。 今年是中国加入该机构10周年,同时也是中国首次担任年会登道主。 而据路透社22日讯息,特朗普政府一名高阶官员威胁称,如果中国不让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·汪格维德的代表出席,美国和其盟友将退出本次会议。 路透社分析认为,此举最终可能导致本次年会无法顺利进行。 IADB,所在的美国华盛顿特区总部,刚在上周投票,决定让瓜伊多提名的委内瑞拉,及哈佛经济学家豪斯曼·瑞卡德·哈尔斯曼,取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代表,出席IADB年会。 豪斯曼图自席推特,美国此次有意闹场,可能也是早有预谋。 新兴国际注意到,去年2月2日,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·David Mappas,在美国智库战略,与国际研究中心,CSIS一次演讲中这么说道, IADB最初选择中国作为该机构第60届理事会年会的举办地。 我们对此表示担忧。 IADB的60周年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,是用来庆祝该机构在美洲所创下的成就。 年会在美洲大陆进行。 比较合适。 新华网曾介绍。 IADB,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区域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。 中国于2009年加入IADB。 目前,该机构共有包括,美、英、德、法、中、日在内的48个成员国。 值得一提,就在今天,美国总统特朗普,还将在佛罗里达州地湖海庄园,会见IADB的四个成员国元首。 巴哈马、多明尼加共和国、海地、亚迈加,一同到访美国的还有加勒比岛国圣路西亚的领导人。 而这五国,军支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。 说,美国近期多次公开慎要这种拉帮结伙做法。 本月初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,在一次记者会上强调, 多达54个国家,已经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。 结果他被台下记者被盗深呼吸。 后者表示,那只是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家吧。